粉丝提问,如果普通载具撞到装甲车会直接爆炸,游戏会怎样? 这个想法挺有趣的,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。 1.装甲车会有更多人召唤,这样一改就是对装甲车的大家强,因为之前装甲车的缺点特别多,加速慢,最高速度也不快,爬坡还特别慢,虽然也有全身防弹和水路两气的优点,但是玩家还是不喜欢开它,用信号枪召唤的人很少, 可现在多了一个撞击普通车辆就爆炸的设定,那用的人肯定会变多,毕竟这个效果实在太强大了,如果撞到敌人车就爆炸了,那敌人最少挂一个人,运机不好敌人一对四人都在车上,那就是瞬间灭队,召唤的人绝对会变多。 2.开普通车要特别小心,这样一改那开普通车的玩家要特别小心了,开的时候要随时注意周围,别一步小心被装甲车给撞了, 3.开装甲车会乱撞沿途的车辆,到时候开装甲车的玩家肯定会看见车辆就撞,像停在路边的载具肯定会去撞,敌人开在房子周围的载具也会去撞,让敌人没有载具跑毒,削弱了敌人就是加强了自己。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?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。